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幻电影《成人世界》打造由机器人取代警察严格执法的世界 不料犯罪集团偷走高智慧机器人改造 反倒成为全人类的威胁 毫兰乌男星修杰克曼这回不演超级英雄改当大反派 反差极大的演出突破以往一幕形象 停下来 再来 电影《暗黑冠军录》改编真人真事 美国习剧男星史提夫卡尔饰演性格应运扭曲的富翁 赞助奥运摔角队伍 却因精神疾病和两名冠军选手走向危险关系 引起亮眼 马克 南希马克鲁法洛和查尼塔图片中饰演摔角兄弟党 独练摔角特技为电影释足苦头 教授有很棒的 金钟影后林美秀和金钟影蒂陀宗华 七首演出爱情喜剧《我的Mr.Right》 两人在片中扮演老夫老妻 飞往马来西亚参加二度蜜月 却遇上绑匪挟持 她们靠着一搭一唱化解危机 帮助团员脱困找到真爱 李美秀更首度在萤幕前穿泳装亮相 和其他女星一起大秀身材 娱乐效果十足 纪录片《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 访问欧美亚各国超过50位电影工作者 唱谈80年代台湾新电影浪潮 对她们的影响和启发 所谓新电影是什么 其实形式 形式以前都玩过了 最终还是内容 就那个时代的内容 纪录片历经三十多年 集结光阴的故事 《恋恋风尘》等经典电影 带老影迷重新回味 也让年轻观众认识80年代的台湾 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重大转变 法国时尚纪录片《璀璨风华》 迪欧之夜 镜头一窥时装秀的幕后工作 记录迪欧新任设计总监罗夫西蒙 从男装画足女装设计 在八周内登上巴黎时装周 一战成名的故事 中央社综合报导 迎接中华职棒全新球季 中职超人气啦啦队 Lami Girls也在日前整队集训 今年这群活力女孩 不仅扩编加入四位正妹心血 为了强调纪律和团队一态 Lami Girls还特别选出首任队长 小凡 副队长Amy 全新的加油嗨歌以动感热舞 更是面级鼓练 希望带给球迷们 全新的升级版球场加油体验 是快节奏的 就是比较是电音风格的舞曲这样子 所以在场上加油的时候呢 可能难免会比较喘一点点 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呢 是训练让我们能够面带微笑的 不要喘 面带微笑的喘 新球技就是要消耗卡路里 卡路里 所以我们现在要锻炼自己的体能 所以球迷 搞不好你们以后进场 也要跟我们一起先跑三圈 先跑三圈 走上一走 队长小凡爱开玩笑 不过事实上 Lami Girls加油歌单 洋洋洒洒家起来 也累计超过白手 今年新推出Lami Girls独一无二 更是挑战女孩们的体能极限 四位新妹也加紧苦练 希望赶紧跟上学姐们的脚步 跟大伙一起在球场 懂之懂之跳起来 偷偷人最像Lami Girls 我们是Lami Girls 我是惠妮 我是张婷 我是Yuna 我是菲比 昨天第一次跟学姐一起练习 就很多跟母上还蛮辛苦的 但是我们都会加油 洞子趴已经有在筹划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之后也会有Rap的表演 尽管只是来到球场定装练习 不过阵容庞大的24名Lami Girls 也只有一人缺席 星球季他们专属的假日球衣 也在当天正式亮相 预告将在开幕站的 红不让趴亮丽登场 球团更透露 即去年抱枕帽子写真集等商品 今年他们还将计划 推出Lami Girls周边新商品 强调精挑细选 就请球迷拭目以待 中央社记者张鑫卫 桃园报导 大陆全国人大会议 5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进行政府工作报告 阐述未来一年的施政方向 对台政策方面 重申九二共识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前一天 才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交往的基础 如果两岸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 两岸关系将重回动荡不安 其比两人相继释出反台独讯息 马英九总统5号表示 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 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上任近七年 台美双方关系稳定坚强 部分原因是因为两岸关系的改善 对台政策之外 李克强的施政报告当中 把今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增长目标 降到7% 比赛党预期百分之7左右 考虑了需要和可能 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相协一样 与经济总量扩大 和结构升级的要求相似 符合发展规律 符合客观实际 大陆调降经济成长目标 成为李克强的施政报告当中 最受瞩目之处 另外他更强调检政放权的重要性 宣示大陆今年将全面取消 非行政许可审批 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 中央社记者邱国强 北京采访报导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泛黄的一张张老照片 述说着金国英雄黄八妹的故事 黄八妹曾在将这一带 组成抗日游击队对抗日军 民国44年 大尘岛居民撤退来台后 黄八妹在台湾扎根 家人回忆起这位女将 她在江湖的豪气 在家也显现她的刚强 我奶奶都要我叫她打达 我说打达是什么 结果这个金赛人就说 打达是爷爷啊 不是奶奶 我说哦 因为这个就让我回想起来 我奶奶她可能认为她自己是 是男性化的 比较中性一点 人家说金国英雄嘛 可能她不太喜欢金国这两个字 她喜欢当英雄 当年一江失守政府决定撤离大城 一万八千多名军民 一戏间全数撤离 如今一甲子过去 台湾已经成为很多人安身立命 延续新生命的故乡 黄八妹也在新店大毗林 建立绣花厂供大臣妇女们工作 一个妈妈来绣花都带了很多孩子 其实绣花厂都是自己贴钱的 她们用 然后去义卖 义卖卖来的钱也就是 她没有赚钱 赚不到钱 就等于养活这么多人 除此之外 黄八妹对待曾经共犯难的部署 她能给的 能帮助的 只要还有余力都自掏腰包 展现她的豪迈个性 在我来看她是比较男性化 说话也会算话 这样子 那她也很好爽 像以前部下有时候来 每一次来 其实我婆婆环境不是很好 然后人家来 她都是要给点钱嘛 或者老兵啊 或者什么这个部下来 总是招待吃饭啊 或者招待就是说 给她一点筹码费啊 或什么的 体包里面再没有 她还是要想办法给 德国庄设策划大臣岛60周年 经历影像展 以战火风云远离家园 渡海来台等五个主题单元 述说大臣人离乡背景的悲欢岁月 希望唤醒世人重视 对大臣历史有更多了解 中央社记者红黄军 吴依林 台北报道 带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让全球国粉期待的2015年第一场发表会 预定在台北时间10号登场 由于苹果总裁库克曾表示 智慧手表Apple Watch将在4月左右上市 外界推测 这次发表会重头戏应该就是Apple Watch 更多后续消息 请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